呱呱呱 影片開始前可以幫我留個言啦 按讚外加小鈴鐺喔 這樣可以幫助我增加一點點的撲廣度 謝謝 講到來講了 今天是來排行業聚餐的 合作食堂 然後它裡面只是一堆的台菜 不是一堆 一些的台菜 然後 價格其實還蠻平價的 然後也蠻多人的 然後又是長得很聊天的招牌 就是那種手作 很像那個手寫的那種字 還蠻特別的 有一種很不一樣的文青感覺 然後這是外面的樣子 然後旁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植物 好像是真的吧 然後就可以當個網美牆 可以在這邊拍照 整體來說就是那種 咖啡色跟白色煮掉的房子 就是整體來說 它的位置不是非常的寬廣 就是 一個一堆子一堆子一堆子 但是 也不會想到動線的混亂 就還不錯 你看那種文心可愛的感覺 然後這是裡面的菜單 然後還是用手寫的那一種菜單 整體來說 價錢不是非常的高 就是那種平價 就是那種 單年可能一百七百八一百九 然後甚至就是 兩百 然後套餐也都是 補到三百塊的價錢 就是覺得是 學生主啊 是小隻主可以來吃的那種 首先這個是老台式的 蔥爆牛肉 就是 肉非常非常嫩 然後蔥也非常多 不得不說它的蔥真的超級超級多 然後我的朋友超級超級愛吃蔥 就覺得還蠻好笑的 然後一個套餐都會有附三種 三種的配菜 就像 日式的兩半小菜 然後還有外加一個湯啊 飯啊 然後飲料就可以自己取的 飲料就可以自己去裝的 好 這個是招牌酥 哈 這個是招牌酥炸的東坡肉 整體來講就是 呃 非常油膩的道菜 應該講說非常 嗯 呃 重好味的道菜 然後我是用單點的 單點的方式 然後單點的價錢是180 好像套得出來是290的樣子 然後它就是 呃 東坡肉就是 山蠢肉 然後它滷的控肉 然後在外面再給它炸過一圈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其實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汁欸 這是什麼醬汁 反正吃起來就是有點 呃 酸酸甜甜吧 忘了 因為必須是千幾天吃的 然後旁邊是那個 桂花冰美肌 不得不說 如果你們只有一個人來 必須必須要點這個 必須必須一定要點這個 知道嗎 就是桂花冰美肌 這是我們三個人 一致認為最好吃 最好吃的餐點 好 然後我們還有加一點 什麼塔 像像茄子 什麼什麼東西的 好 那是我們整體 我們三個人點下來的東西啦 喔 對 我們還有點一個草汁酥 很好吃 而且其實我覺得 分量還蠻多的 我們三個人吃得很飽 好啦這就是全部的餐點 其實我們剛剛點了 是兩個套餐跟兩個單點 然後不得不賺你的東坡肉 一定要用單點的方式 因為套餐很貴十塊 好然後 我們就把那個醬汁淋上去 我記得這個醬汁好像吃起來 不會很鹹 就好像 那種淡淡的清香 所以 可以沾多一點沒關係 好 這是豆腐肉 豆腐肉是我點的 然後網路上說 有時候會吃起來很硬 那我們那天吃起來就會很軟 就很好吃 好 這是我們的桂花冰美肌 還有芹菜 桂花冰美肌 真的很棒 然後就是它 你知道它外面的那個皮啊 它是脆的喔 然後裡面它是超級超級嫩 我會擔心會很柴 結果我完全不會 好 好 我會說 好 好 好 我會說 我會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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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邊有肥的頭耶 你在想什麼 這邊沒有 這邊就是肥 然後那一隻那一塊